如果看完副医生说这件事 我发觉我也是这样 我去找一个专业人士或医生帮忙 其实医生又怎样帮他 不能帮他叫他老公 你不要抛尔拉 或者叫他老爷奶奶 你接着顾客的媳妇 是怎样帮他 成序或手法是怎样的 第一件事我们都要跟病人说 我明白我承认 我知道你有这些身体的问题 但是那些痛不是假扮出来 但它是那个源头 未必真的可能跟你的关节 跟你的肌肉有关 我们发觉很多人都是 情绪好的时候 你少少身体的痛楚 你都会不记得 讲个例子 如果你那天中了一堂 落入彩头奖的话 你的脚都不记得 我立即冲出去去领掌 反过来 如果那天有些大事发生了 家人突然之间车祸 你少少的不舒服 你都会放到很大 所以我们看到 身体的痛楚 每个人都有 但你会把它放到很大 这就是因人而而 最重要的事情 始终都是要认识自己 要明白自己的感受 如果你知道自己是受着那么多的压力的话 不应该将它啞人 其实找一个你信得过的人 去将你自己的问题 去吐苦水 去说出来 透过你说出来的过程 其实你会将这件事 你重新去看过一次 重新去了解过一次 你会有一个新的体会 还有最重要的事情 其实人生真的不应该 只得家庭或子女 我们这样说 人生无常 突然之间 如果子女的功课 如果他们真的不是读书的材料 婚姻也不是永久的 就算老公很疼自己 突然之间非来还和 那我们怎样 是否这样判我们的人生死刑呢 其实每个人都应该有多方面的嗜好 无论是宗教也好 你的运动 你的兴趣 你的宠物 朋友 你自己的兄弟姐妹 其实你要找的 我们这样说 每个人都应该有不同的支持 不同的投入 变成了 事但其中一样 我们失去了的话 我们依然有其他的 喜好或者生活的点滴 可以去支撑我们的生活 在我们人生的理解里面 重新再学过 再出发 再定义 例如我已经很不开心了 始终的问题 你不会一下子能够解决得到 就算老公要飞个儿子 也要飞一段时间 或者不能挣扎 老公说 对不起 我要回到老婆的怀抱 但过程里面 他可能还是很跌宕的 情绪和心情 其实在我们即时处理上 是否都有方法 或者有没有轻轻一点 我听了父医生说的 不是很严重 去到我擒出窗口 就要看医生 不是那种 原来生活上有些很颠颇的东西 令自己很大挑战 可能有些情绪上的支援需要 是的 我们就这么说 刚才那个例子 例如Amarie 其实他看了很多不同的 中医、西医 不同的骨科、痛症科等等 吃了很多药 到现在他依然背着很多 止痛药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发觉 如果一个人吃这么多药 你要叫他再吃多一些情绪药 他会负荷不了 身体可能会担心一些 例如药与药之间的互相反应 尤其是如果年纪大一点 开始出现一些慢性疾病 高血压、糖尿病 吃的药就更加多 有三高 如果在这样的情况 其实可以考虑 接受一些身体的治疗 例如脑刺激 脑刺激就是 只不过纯粹用一个比较强的磁力 去激活一些沉碎之中的绿细胞 我们在说一个地方叫做 左背側前颜叶的一个地方 就是在我们脑部的左手边这个位置 大胸颜头这个位置 下面我们发觉原来他掌管着很多东西 我们的心情 我们的思维 我们的一些很基本的身体的一些反应 在抑鬱症的患者这部分的活跃程度不足够 用一个磁力的方法带活到脑细胞 很多时候不需要吃药 原来情绪病也可以医好 即是激活了之后 他人会更开心 其实慢慢慢慢的 療程很简单 每一次可能需要大约9至1小时左右的治疗 大约做10至20次左右 感觉开始慢慢慢慢出现 个人不再悲观 可能一些抑鬱的病症 例如食欲的失调 睡眠的失调 慢慢慢慢会改善 就可以靠一个非药物的入侵性的方法 去改善情绪 这真是很感谢傅医生给我们的资讯 真的有机会带我们去看看这件事 原来是非入侵性 即是说我不用吃东西 又不用打针 是的 那就是有些仪器 放在脑某位置 就击活他的细胞 是的 又不需要麻醉 是的 在一个清醒的状态之下 就可以完成治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